美国前任议长麦卡锡曾努力推动对拜登的弹劾调查 新任议长强生上任后 这一计划正在加速进行 上周在做客福斯新闻的访谈节目时 强生直言在白宫持续阻挠国会三个委员会的调查之后 对启动正式弹劾调查进行投票已成为非常必要的一步 强生同时表示 共和党已经掌握足够的票数来启动调查 上周众院共和党人曾表示 最快将与本周启动谈劾调查的投票 不过强生也表示 启动对总统的谈劾调查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因此必定会全面细致的准备 不会匆忙草率的实施 不过即使众院能够通过投票 正式对拜登启动谈劾调查 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院几乎没有判定拜登有罪的可能性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